打开之后的话 那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会有13个工作表 那我希望 将来就按照有一定的顺序 帮我做排序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木方法 木方法实际上就可以帮我做 工作表的移动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清单这个范围 整面总共有13个 或者整个 连Email一起复制也可以 其实后面我们也甚至可以练习 就是说如果假班导师的Email信箱在这里 那他可以怎么样 顺便帮那个资料分割之后 直接就把这个假班的那个工作表 直接就寄给假班的这个导师 而不会全部的资料都寄给假班导师 那你如果以前 你要用手动的方式 你变成你要一个分割 然后再寄一封信 然后一个分割再寄 那变成说你要 假设你班出很多的 或者全公司的员工很多 那你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也颇麻烦的 那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我刚刚讲的方式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我先排序 排完序之后我再分割 分割之后我再透过Outlook 特别是我们这边会呼叫Outlook物件 然后帮我们寄信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用担心 反正每个工作表都可以寄给需要收到Email的那个人 那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我们也许就把这个清单也许整个复制好了 然后复制的话你就贴到哪里贴到Email这个地方贴上 然后也许把格式调成这边跟这边Match的方式好了 然后如果我今天要按照假班一直排到High班的话 那目前当然不是按照我们的需求 所以这边是假班里面的Island 那如果说我按照这个需求的话 第一个一样我要在VBA里面帮我完成 那VBA里面该怎么完成 首先的话当然如果你不会一些方法的话 那没关系你可以怎么样 先试试看在哪边呢 在Video Basic里面的话 我前面好像讲过你可以用那个即时运算吧 这边其实可以先试试看 比如说我要先把那个假班移到第一个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我是把字放大了 工具选项里面的撰写风格 把它事实上放到12好了 那你可以在即时运算里面先试做看看 比如说你打那个指令叫Sheets Sheets是哪一个工作表物件 点的话里面有个叫Move 移动 移动 特别是要你空格之后有个before跟after 如果我今天希望帮我移动到 这个什么呢 第一个好了 我们不要用丙班 因为丙班有时候不一定 第一个不一定是丙班 那如果我要移动到第一个的前面的话 那你可以打一个 他问你说你要before、after 之前add 有没有 都是放最后面 但移动的话我们习惯放前面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打一个什么 before before before什么呢 冒号等于 哪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你记得把它Sheets 哪一个 第一个的话你里面放个1就可以了 挖呼 ok 那如果你现在这样执行 按enter的话 他就帮我把什么 跟正一下 这边后面还需要跟他讲哪一个工作表 假班那个工作表 所以你要执行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假班 OK 帮我把假班的那个工作表移动到第一个的before before就是前面 就是左边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把它按enter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假班有没有移到到第一个 enter 有没有发现假班就放在第一个了 如果第二个的话变成说再来就移动以班 有没有 以班的话那当然他move的话这个时候就不能是第一个了 他应该移动到什么 第二个的第二个的前面嘛 所以这边改个二嘛 enter 有没有 那意思可以推啦 再来就是丙班 有没有 然后移动到第三 所以他有个规则性哦 也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是说如果要写的话 因为你逐个逐个写总要写13号 当然没有人傻傻的这样写13号 所以只要你可以写个回圈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第一个 先在工作专案上面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模组之后的话 假设我要写一个sub sub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这个 移动工作表 移动工作表从清单 这个名称 OK 假设这个名称好了 然后直接按enter 他就自动帮我加一个 and sub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 拿刚刚的这个 那如果你将来不太会写的话 其实你可以按部就班 我是建议你不要跳太快 反正你可以写一个其他就OK了 你可以这样嘛 有没有 这个一定可以跑的 那跑OK之后的话 你就再把外面包一个for回圈嘛 所以呢 for回圈的话 假设我们一定是13个 所以你可以for i 等于1到13 有没有 enter两下打个nets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中间这一段 放在这里之后按个tape 当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把shut的后面这个数字改成i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一定会从1到13 有没有 第一个放第一个的前面 第二个前面 第三个前面 那会有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那如果我要抓什么 抓的是哪个位置啊 这个假班到 到嗨班的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呢 我们刚好放在哪个位置 刚好放在假班 假班工作表 里面的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所以 可是它的那个数字的话呢 从2开始 2到14嘛 那我们i的值 刚好是1到13 所以相差1 所以特别是 如果你要抓这个位置的话 那你变成你那个位置 10必须要再加1 所以这个怎么写 这个位置在哪里 那首先的话 如果要得到这个清单的话 那你可以 这个先delete掉 那个东西在哪里 特别注意 它在那个 哪个工作表 假班里面 所以 这边可能你要先跟他讲 我那个东西在假班里面 OK 那假班里面的什么呢 点什么呢 储存格 sales 先就打一个sales i 刷幅 哪一列啊 第i列嘛 不过i是从1开始 所以怎么办 加1就可以了 逗点 所以其实值得是哪一个 值得是这一个 OK 这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工作表 这个储存格位置 我叙述方法就叙述 sales i 加1 逗点 那后面的话是哪一栏 i 栏 所以后面的话 我再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i 这个双引号 然后一个大i 后双引号 后刮5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叙述完成了 也就是说 他第一次会抓这一个 第二次抓这一个 第三次抓这一个 OK 一之类推 然后分别帮我塞到他指定的位置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假设我直接把它乱放 OK 把它弄一下 所以按一个f8 f8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先去抓 这个里面 i的话是1 1加1等于2 这i2的资料 OK 那就是假班 移动到哪一个呢 第一个的前面 所以这个i现在是1 所以帮我移动到第一个的前面 OK 假的 什么形态不符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请特别注意 理论上我们放这样应该 直觉上没有问题 可是 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叙迟物件里面 再放一个叙迟物件的话 他有时候会confuse 我明明我就是叙迟物件 你里面怎么又帮我放一个叙迟物件 所以如果你遇到叙迟物件里面 还有叙迟物件的话 请你多增加一个方 把那个 把 这个 这一串东西干脆 它的值 先抓到一个x x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里面的值 把这个摆在外面好了 然后再把x放过来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比较没问题 我执行移动到上面 就把它倒车一下 先抓到x 把x的值假扳 然后再放进来 这样执行看看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发现没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在叙迟物件里面 你又叫它去找叙迟物件 它有时候会造成它的 什么程式 它不知道说 到底是哪个叙迟物件 所以一般习惯是什么 不然我们就先把里面的资料 要抓到放在x 再去里面找 然后放第一个 意思类推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那当然i等于2 就移动到第二个 那这边应该是乙班了 所以把乙班搬到第二个 意思类推 丙班 钉班 意思类推 其他我就直接全部直起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最好比较贴心应该 再帮我切回到 甲班 我觉得比较OK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怎么 去此甲班点什么 点select 切回去 因为我们清单刚好在那个 甲班里面 所以移回来之后的话呢 最后再帮我切到甲班 OK 不然的话移到 嗨班的话 上面没有清单 那OK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它就会怎么 按照那个顺序 甲班放在第一个 乙班 一直到亥班 它就全部按照顺序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 但是呢 如果你将来 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它颠倒 我希望呢 甲班放在最右边 然后亥班呢 放在最左边的话 然后呢 刚好是甲乙丙丁 颠倒的话怎么做 其实 城市也不太需要 改太多种地方 你会发现 如果甲班 你直接放在什么 这边i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你如果改1的话 那每一个都会丢到1 所以你会发现 它刚好就是 先放第一个 乙班再放在第一个 又把它挤到右边去 丙班再放在第一个 所以这样挤 假设我把这边改成1的话 你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如果把i哦 我只有把刚刚那个变数 这个序齿 i改成序者1的话 有没有 马上就刚刚好是颠倒了 从右边 排到左边 原理原则应该可以理解吧 move before 所以一直在第一个 所以它会把它一直往右边挤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 如果你要颠倒放的话 OK 其他的话呢 请各位先试一下 从移动工作表 从这个清单 帮我按照这个清单排序 那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